我知道這是快要一個禮拜的新聞了 但是一定要提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事情 上個星期四 Joe Biden在賓州發表了 Battle for the soul of the nation 為了國家靈魂而戰的演講 當然他第二天就說 蛤?沒有啊 我什麼都沒說啊 我沒有說投川普的人都是壞人啊 如果大家還沒看過的話 就是他身後全部都是暗紅色的背景 然後兩個海軍陸戰隊 會被逼著站在他身後 然後拜登說這個國家一半的人都是激進分子 不只是現在所有問題的來源 還是來推翻美國民主的 幾乎所有保守派的人 甚至部分自由派的人都出來說 那個演講是非常非常糟糕 而且非常非常危險的 就算不管演講的內容 也會知道整個會議的氣氛是非常糟糕的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你不是不平衡的 搭配了一位女士 從來沒有掌握了燈火 你失敗了 不激情 但是不是的 这个就是他想要的 拜登在他那个演讲上面 做的每一件事情 要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希望右派的人被激怒 然后起来使用暴力 他基本上是跪在地上求我们起来 用暴力来反抗政府 他希望上一次1月6号的时候 我们使用暴力来推翻政府 他在那个地方放警察 打开国会让那些人进去 然后想要趁那个机会来镇压我们 结果我们没有 虽然还是有人进去了 然后在Nancy Pelosi桌上跳舞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把他当成是 国会一日游 然后就回家了 因为当时他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他的选举结果是作弊来的 经不起调查 所以他要用暴力事件来停止调查 现在他要做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 他知道他做的太烂了 民调太差 他们唯一的方法就是 再用同样的方法再做一次 想要用暴力来阻止选举 想要来激怒政敌来使用暴力 想要停止选举制度来保护民主 我是Eden 欢迎回到今天的AI News 我今天会快速的帮大家讲解一下 拜登在演讲里面想要传达的东西 目前我看到很多保守派的新闻频道会说 拜登怎么这么笨这么蠢 不知道他看起来很像希特勒很像纳粹吗 整个红色的背景然后军人站在后面 不是很法西斯吗 这是纯粹错误的想法 他是总统 他背后有非常大的智囊团 他在独稿 你认为一个这么大型的活动会没有人想到拍出来会是这个样子吗 如果各位还没有发现的话 他们做的每一件事情 每一个环节都有绝对的目的性 整个气氛 整个演讲的内容 甚至手势跟动作全部都是照稿演出的 全部都是有意义的 那问题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背后这些智囊团 或是所谓的Deep State 会认为这个样子的演出会帮助他们在11月的期中选举 为什么 首先我必须说 这是我大概活到目前最重要的一个美国总统的演讲 不是说讲得很好 也不是说什么充满了美德意义跟方向跟目标之类的 但是却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听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一个开战宣言 基本上就是宣战了 而且跟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样 一般政治人物攻击的对象都是其他政治人物 他的政敌 那个人做了什么 那个人怎样 你投票投给他的话会怎样怎样怎样 但是他这是针对的是 美国人 美国的投票公民 所有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 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林肯的演说都还是 我们都是美国人 我们要一起抵制邪恶的奴役制度 我们要为了正义 要为了美德而活 拜登的演讲比较像中国大陆的国台办的发言人说 弯弯快回到祖国的怀抱 跟祖国的想法不可以不同 不然你们就全部都是祖国的敌人 这个目的是要说服台湾人吗 当然不是 是要威胁台湾 让台湾更乱更糟糕更矛盾 最后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说 你看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管理自己 所以还是要祖国出手才行 祖国给你安全 祖国给你幸福 祖国给你骄傲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放弃自己的人权跟自由就好了 他开头的时候给了个理由说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有原因的 没错 这个地点很重要 不只是因为这次的滨州 是一个摇摆州 是一个选举前两个礼拜 没有通过州议会 就改变投票方式的地方 是个选举舞弊的重地 他在这个地方说 这里是独立厅 就是他的后方 这里是独立宣言签署的地方 这里是美国革命的开始 因为他在做的事情 就是在呼吁 而且叫说一个革命 他就是想要有一个革命 一个战争 他在说的事情就是在鼓舞革命 说我们要推翻 美国原本的制度跟规则 他在说这个国家有一半的人 在威胁美国这个国家 我们必须要消灭这一半的人 我们必须要打压这一半的人 这个国家未来的方向 不能让这一半的人参与或介入 这是我看过很多讲解这个演说的人 没有指出来的地方 就是他把这个国家的宏观的历史塑造成一个 长征 追逐着自由平等还有社会正义 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说的 为 coming we the people have burning inside the each of us the flame of liberty that was lit here in the independence hall the flame that lit our way through abolition the civil war suffrage the great depression world wars 你各位有听到里面藏着一个字吗 Suffrage 他在那里讲说 这个追求民主自由的长征 让我们经过了平权法案 这个那个内战 二战 还有Suffrage 各位可以问一下自己 什么叫做Suffrage Suffrage什么意思 我们建国一开始就有Suffrage Suffrage的意思就是投票权 或是选举权 他可能要讲的是 女人的选举权 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 但是他不能说女人的选举权 因为左派不知道什么是女人 或女人是什么 这就证明了这个演讲是多么的精辟 因为从来就没有人会把 女人的平权运动 女人的投票权运动的历史 全部用投票权 选举权来总结 而且用这么冷门的字来代过 接下来他讲的就是 这些保守派 不只是跟自由派的议程不同 思想不同 这些保守派不只是想要把这个国家 变成一个有传统有制度的国家 或者是跟欧巴马说的一样 保守派是想要把美国推下悬崖 没有哦 这些都太轻了 他是在说 这些保守派 他们的存在 他们的呼吸 就是对美国的威胁 我知道 因为我能够工作 这些主要的国家 但是没有问题 今天这些国家的国家 都显示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 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你们看这次其中选举 川普被输的候选人 胜选的率是95% 那些所谓什么 Never Trumpers 就只是什么Liz Cheney 还有他几个朋友而已 还有说会去The View上面 会邀请一些共和党人 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都支持过 甚至绝大多数的共和党人 现在都还是支持着川普 这些MAGA的共和党人 他不想要这么说 因为他不想要直接说 我们要攻击 而且歼灭一半以上的人口 然后他最后又开始矛盾了 他一开始说 MAGA不是共和党的主流 不是大部分的共和党人 但是他们主导着共和党 他们控制着共和党未来的方向 但是没关系 左派看不懂重点 而且各位要记住了 这个演讲的目的是要来激怒我们的 那他为什么会这么执着在 MAGA Republican上面 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地指出来 他要攻击的敌人 就是MAGA Republican 第一个 因为他想要树立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是半个国家的人口 但是他又不能直接说出来 第二个 他想要合理化 逮捕而且关押川普这个人 大概在今年二月多的时候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普丁当时有个演讲 我们好像也有报道过 说俄罗斯攻击乌克兰是很合理的 在历史上 然后乌克兰又有什么新纳粹 什么 在斯达林之前 好几百年之前 自古以来 乌克兰就是俄罗斯神圣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在出兵 乌克兰是非常正当的 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国际不该介入 因为这是俄罗斯国内的争议 俄罗斯是正确的 之后他就吃掉了乌克兰更多的领土 这是政治人物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宣布一个东西 来合理化接下来他想做的事情 合理化他的政治目的 这一整个演讲 就是为了达到一个政治目的 捕捉而且起诉川普 从FBI DOJ他们做的事情 白宫发言人所有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为了要合理化 接下来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2024之前 不断的攻击川普这个人 那现在这个东西还没发生 因为很多的法官出来介入 出来说你不能这样做啊 你这样需要证据啊 这样需要调查 这个是违宪的 这个需要这个样子做 这个需要那个样子做 这个样子做的话 你是政治迫害 但是我很确定的是 这一切的行动 左派的言论 全部都要达到一个目的 就是合理化 逮捕他们的政敌 目前这个人就是川普 川普之后就是我们 接下来他在这边讲的就是 我在这里 我看起来好像希特勒 在慕尼黑的啤酒馆政变一样 我说话的方式跟背景 跟希特勒一样 但是 我想要做的事情更伟大 是要让这个国家合一 我是一个促进合一的总统啊 这里没有红的美国人 没有蓝的美国人 没有保守派自由派之分 只有我们跟我们的敌人 在这里没有分蓝色没有分红色 都是美国人 除了那些红色的美国人 就算他们是一半以上的人 但是他们不应该有主见 他们不应该有声音 他们如果赢得选举的话 就不是民主了 民主只代表我赢得选举 各位听的没有错 就是左派常常做的事情 就是左派常常做的事情 他们认为自己就是民主 自己代表民主 自己输了就代表民主输了 但是民主是个好事 民主不可以输 所以接下来这一段 就是最精华的一段 最能证明说这一切 不是一个无心的错误 Joe Biden就是在呼吁 教唆甚至鼓励 政治暴力的行动 这一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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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去操作 我们暴力的暴力 我们还是在美国人 一国人 信心 评分之 总共互相关 respect 伤其他人 对 大利亚 自由 自由 全国人 希望 很多人 我们还是在横 总共互相关 美国人 我们还是在横 我们还是在横 互相关 他指我們 對一個狀態的信仰性 和一個信仰性 去參與政治暴力 是在民主上的敗化 美國在美國的政治暴力沒有地方 絕對 絕對 好棒喔 Joe Biden 我們不允許政治暴力 問題是 唯一一直發動政治暴力的就是你們耶 我可以舉出來好多你們在鼓勵暴力的例子 BOM的暴動打砸牆 燒了整個國家大概一年 殺死了大概十幾個人 Bernie Sanders的支持者 在國會的棒球比賽的時候被開槍 差點殺死的這個 Steve Scalette 還有一個年輕人拿著槍從加州 坐巴士到馬里蘭州 試圖暗殺大法官Brett Cavanaugh 還有他的家人 因為Rowe v. Wade 然後Rowe v. Wade當時的非法抗議活動 也是被民主黨背書的 因為我們加州的眾議員 Maxime Waters去說 找共和黨人 找他們在哪裡 他們在哪餐廳 棒球比賽 他們小孩在哪裡上學的地方 然後Push back on them 告訴他們 他們在這裡不受歡迎 左派造成的政治動盪 左派造成的暴力行動 然後他們可以完全沒有羞恥心的 看著全美國的人說 我們不接受任何的政治暴力 除了BOM 除了Antifa 除了我們在抗議 然後試圖暗殺你們大法官的時候 我的意思是 你不能有政治暴力 你不會嘛對不對 你不敢嘛 你敢嗎 你敢嗎 Let's you do something 這個就是他們的演講目的 任何左派指控右派的東西 永遠都是他們自己做過的 或是正在做的事情 這個太明顯了 因為他下一句就是講說 美國人最神聖的責任 就是尊重我們的選舉 多麼完美的一個演講啊 對不對 我們要知道的是 Al Gore 現在都還沒有承認他敗選 他到現在都還是說 他贏得了2000年的總統選舉 然後但是不惜作弊 希拉蕊到現在 上節目還是說 2016不是個公平的選舉 是俄羅斯啊 是中國啊 是希拉 他們串通好 要讓川普上台的 喬治亞州的這個Stacy Abram 到現在都還是以 喬治亞州的 民選合法州長出席活動 然後 拜登在這一段話的結尾的時候說 你不能只在你贏的時候 才愛你的國家 美國的前總統的夫人 Michelle Obama 說 他從來沒有認為 當美國人是驕傲的 直到 美國人選出他的老公來當總統之後 這個 只有奪取政權的時候 你才必須要愛你的國家 這個想法 是在歐巴馬政權的時候 才出現的 然後現在拜登指控我們 我還是愛美國 就算拜登當總統 我還是覺得 美國是世界上最好 最自由 最法治的國家 我們在做的事情 只是 避免美國被他完全吞噬而已 然後他又回去了 他說 我知道 我才剛把一半的美國人 當成是美國民主的威脅 我才剛叫 我們這一半的人 對另外一半的人 施行暴力 但是我們要維護我們的不同 因為這代表了多元 美國人民主義正在為 只有 Hakvegi 只要我們要去 尊重 後 施行法 和 這個 之間 只有 我們支持 這個語言的是合法的 因為如果你看它整個演講的話 這一句話是完全沒有任何意義的 因為它從頭到尾就是在說 我們不應該尊重這個國家一半的人的想法 或者是觀點 但是這句話可以成立的原因就是 合法的這個字 因為拜登說的很清楚 這個國家一半的人說話是不合法的 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应的 所以他们必须被闭嘴 他们不能在我们的民主下面存在 他们不应该在我们国家内存在 当他在说 讨论某件事情的合法性的时候 他只是在说就是 我们要等到小女孩13岁的时候 做变性手术 还是4岁就可以开始做变性手术了 这个是他说 可以讨论的合法性质 还有类似 我们应该要小孩出生一个月内 都可以杀死 还是只能杀死 出生前一秒的小孩而已 这个是合法观念的不同 我们要一年接受300万的非法移民 还是299万.99的非法移民 我们只能讨论这些东西而已 至于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方向 议程 道德 美德 信仰 自由 经济自由 这些东西是不能被讨论的 这些就是对民主的威胁 简单说就是 民主就是对民主的威胁 这就是 Joe Biden在这边说的东西 然后整个电影式的邪恶场景 希特勒的演说方式 跟我们说 我们要保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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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because it may be because of who you are we're going to end cancer as we know it mark my words 没错 现在这个看起来 听起来 这么邪恶的说 我们要来抓你了 你们完蛋了 我就是民主 我就是王的演说下 他叫我们 保持乐观态度 然后在他说 你要保持乐观啊 的当下 就是这么刚好 你就听到警车的警笛在那边 旁边响起来 因为这就是事实 接下来他想要做的事情 接下来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他们想要做的 就是独裁者想要做的事情 我不敢会相信 有这么刚好的巧合 然后他用一个 无法想象的方式 来结束他的演说 唯一的不小心 讲出来的真话 可能就是这一句 我们使用我们最糟糕的 呃不对 我们没有使用 我们最糟糕的本能 OK 这个是拜登的演讲 非常刚好的是 川普之后也讲话了 同样是在宾州 这个是拜登使用国家机器 抄了他家之后 他首次出来发表演讲 可以看一下 这两个人的不同 整个演讲讲的都很好 很好笑 而且很振奋人心 你可以看到川普的后面 红蓝白 然后拜登后面是一片黑红 拜登全程都在指控 而且批判 还有威胁美国一半的人 川普全部都在嘲笑Brandon 或者是那个 或者是宾州的那个参议员竞选人 而且所有的人都在笑 Joe Biden在呼吁他的支持者 出来使用暴力 而且挑衅川普的支持者 起来使用暴力 川普都在说 你看那个参议员的参选人 简直就是可笑 40岁还住在那个妈妈家里 哈哈哈哈 这两个看起来 哪一个比较像美国 哪一个比较像美国的价值 哪一个比较像 为了美国的灵魂而战 这个答案应该非常简单 而且川普在做的事情很聪明 他没有马上掉进拜登的陷阱里面 马上开始对他叫嚣 说你怎么说我们使用暴力 你呢 你要暴力吗 你想要真的暴力吗 他没有 他反而是该做什么事情 就做什么事情 你攻击我 没关系 我现在就是要来帮助 共和党的几人竞选 你们什么深层政府啊 华盛顿沼泽啊 我现在都不管 我们就是要勇敢的 无谓的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 那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他们这样指控我们 而且真的是胡扯的 没有根据的在那边说 我们是国内恐怖分子 我们也是 我们不能被他 Joe Biden 或是其他左派挑衅 我们不能期待 别人会无缘无故的来拯救我们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勇敢的 无谓的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 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感谢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国情报 请持续关注AI News 过去两年 因为防疫的缘故 不单大型活动被迫取消 教会的聚会也转到往上进行 最近由于疫情开始放缓 教会也陆续恢复聚会 这正是传福音及鼓舞弟兄姐妹 重新回到神家的良机 是逢南加州 脚生步道会 三十周年请 脚生将于9月10号星期六下午三点半 在洛杉矶台服基督教会 以及9月24号晚上7点 在国际大使命教会 呈现一出以反映现实为题材的音乐话剧步道会 除了舞台剧 这次聚会还包括音乐和敬拜 由叶郭丽湘牧师指导的水仙合唱团 也将在聚会中现场 千万不要错过最后两场压轴好戏 让我们一起在步道的事工上重新出发 一起参与后疫情时代的福音行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